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加州椰摩小镇的自由雕像公园 那在当地时间的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这段时间 这里将举行一个大型的纪念六四30周年的活动 届时将会有一个坦克人雕塑揭幕的仪式 坦克人雕像是由华裔雕塑家陈文明创作的 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相关的活动情况已经准备就绪 坦克人雕像已经处立在那里 它包括一辆坦克和象征民众反抗精神的坦克人 那在这一组雕像的旁边是一个巨型的数字雕像 它是六四这两个数字 六四这个雕像的主体部分高达6.4米 加上底座的2.5米一共是8.9米象征着8964 六四雕像和旁边的坦克人雕像将构成这个公园的主体雕像群 其实这个公园本身它也非常具有的象征意义 它是由陈文明和他朋友合力购买的 它位于连接加州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15号洲际公路的旁边 它距离中国北京6400英里 倾斜角度是64度 陈文明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主题为民主和自由的公园 这个六四的雕像和坦克人雕像将会永久的处理在这里 因为在中国的话这个六四的话题是不能谈的 我从一个观察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站在一个中心的立场 那你看这个学生运动它肯定是有正当的诉求 它才会发生这个六四的运动 你从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 1949年解放以前的这个历史的学生运动都是正义的 是吧 被中共定性为积极的学生运动 然后你看中共既然正义以来以后 那所有的学生运动它就变成了反革命暴力 那这个完全是有识偏颇的 所以我觉得这历史是在历史上来说是应该有它的一笔的 我们应该尊重学生 然后尊重我们民众的呼声 6月3日晚上的活动还会模拟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场景 有各种学校的旗帜标语的飘扬 还有人们会搭建帐篷 还会有六四戒严后清场的这么一个模拟场景 预计将会有四五百人参加 美国之音墨宇 加州报道 刚才记得 recommendation beiner 咱 好 金 我们下达 我们下达